哈喽大家好我是明明 今天我又破费了 花了近800块钱买了这个折叠电动滑板车 这是昨天到的 今天把它给拆了 好了 又洗停一辆车 这里已经开始生锈了 好了我们扭紧一下这个 看下 我去腰死坏了 它这个固定的已经完全坏掉了 我们再把手装上去了 好了这个刹车的也装好了 这个是油门 感觉磕烂烂是干嘛 然后这个接缝什么的 也是特别特别粗糙 这里是空电口 里面有电池 哇这个门子好硬 简洁倒是挺紧洁的 然后这个是铃铛 这是开关 然后我买的这个续航里程是15至20公里 它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自行车不一样 它这个是靠两个拇指 右拇指是加油门的 哇它前驱的 然后左拇指就是刹车的 哇这刹车也大灵敏了 速度还是可以 这刹车还是特别厉害 特别能摔到不能太用力 目前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续航 到底也没有15至20公里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放不方便 放到车子里面去 哇 还是有点分量 没一点问题 哦 好的 这个电动滑板车昨天充满了电 现在我去测试一下这个续航到底有多久 好了 我来到这个操场 这个操场一圈是400米 我看一下到底能跑多少圈 今天天气太热了 早就戴个帽子过来 我也不整什么上坡下坡什么的 我现在出发 看下这个续航到底有多久 这速度还可以 它这个也有定速续航 你保持一个速度 5秒还是几秒 它就会 维持那个速度一直走 也可以单手操作 看有点跑 感觉我一眼做 一只锁太不稳了 一只锁太不稳了 第四圈 哦 热死我了 天 跑了有6圈 我们继续跑 7圈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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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得了 在哪里 在哪里 都不得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没接到 我整整在这里转了37圈 这学生比较多 我们先课 还有我刚才测评完了 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在那里转 总而来说这个续航有点超过我的预期 我一开始以为转个一二十圈就会没电 想不到转了37圈 你们能想象在上面转37圈的感觉 虽然不是特别累 但是特别特别无聊 又特别特别热 那这个铃铛刚转转转 不知道怎么掉了 这个螺丝掉了 松的 真的你们平常如果骑电动车回家 这个快没电了 你们肯定是希望这个电动车坚持一下 坚持能到家就行了 但是我刚才开着骑的时候 真的是一直在想 赶紧没电 真的是太无聊了 这个距离就是37乘以400 也就是14.8公里吧 还有这个操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感觉这个太灵活了 因为这个轮子又特别小 比较灵活 所以有时候感觉就是容易失控 好了 今天这个电动车电话板车就特别到这里 好了拜拜 拜拜